LITTLE BOX 西游记一百可怕的强盗事件 师徒四人在寇原外家待了一个多月 每次他们要走 寇原外都会求他们再待几天 终于有一天吃早餐时 唐僧坚持要离开 我们待在这里的话 是绝对不能取到真经的 求你们别走 寇原外说 你们很重要 款待你们是善行 我想待在这里 八戒说 他咬了一口桃子 不 师父是对的 悟空说 我们得继续西行 寇夫人生气了 你们真没良心 我们款待你们 照顾你们 而你们却想离开 我们非常感谢 唐僧说 但是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 早饭后 悟静从寇原外的马厩里 牵出马来 八戒整理了行李 唐僧谢过寇原外和寇夫人后 师徒四人继续西行 这些没良心的家伙 寇夫人嘟囔道 第二天早上 寇夫人跑到村子的官府 她的眼里充满泪水 官府大人 我有话要说 寇夫人哭着说道 官府大人马上跑了出来 寇夫人 你有什么事 昨晚我家进了强盗 寇夫人气喘吁吁地说 他们偷走了值钱的东西和两匹马 寇原外想阻止他们 可那些强盗他们杀死了我丈夫 寇夫人大哭起来 官府大人大迟一惊 天哪 您看见强盗们了吗 寇夫人抽着鼻子 是的 还有 我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是谁 官府大人问 寇夫人咬着牙说 是唐僧和他的徒弟们 官府大人转身对侍卫说 带上一些人 去抓唐僧和他的徒弟们 真高兴可以继续西行 唐僧说道 我真希望快点到达西天 悟静点了点头 我们在寇原外家待得太久了 八戒哼了一声 应该待得更久点 突然 路前方出现了四个男人 他们拿着刀和斧子 他们的马 驮着一些大行李 把钱交出来 一个男人大喊 悟空抽出了金箍棒 悟空 唐僧说 记住 不可以伤人 悟空笑了 我只是和他们聊聊 师父 他转身朝向大喊的男人 我们没钱 什么 没钱 他说 那我们就得把你们都打一顿了 悟空笑了 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是美猴王孙悟空 我不在乎你是谁 男人说 我们是危险的强盗 昨晚 我们抢劫了一个非常有钱的 团外家 唐僧仰起了眉毛 团外 悟空迅速念了个咒语 冻住了强盗们 悟空跑向马 打开了一个盒子 里面有盘子 宝石 还有其他值钱的东西 悟空吓了一跳 这些东西是寇园外的 马也是 唐僧咬了咬嘴唇 寇园外是好人 我们得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大家都同意了 悟空又念另一个咒语 冰化了 悟空变大 眼里冒火 马上离开这里 他大声说道 还有 绝对不要再偷东西 强盗们大叫着逃走了 师徒四人 牵着寇园外的马 又朝村子走去 这时 他们看见一些官府的人 他们都骑着马 那些官府的人 是朝我们这边来的 悟静说 我想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唐僧说 一个人用剑 对准了师徒四人 站住 小偷们 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